捷克首都布拉格21号惊传枪击案 一名24岁的男大生开枪打死自己的父亲之后 跑到他就读的查理大学校园开枪滥射 总计造成了15人死亡 25人受伤 其中10人伤势严重 凶手在犯案之后自强身亡 这是捷克史上伤亡最惨重的枪击案 警方表示这起事件跟国际恐怖活动应该无关 枪手应该是模仿外国的大规模枪击案 而中下杀机 捷克首都布拉格风声鹤唳 大家拼了命地往外冲 因为校园里有人大开杀戒 不少人冒险攀爬建筑物的外墙 悬空躲避枪手 让人捏把冷汗 枪手持长枪从高处瞄准下方 事情发生在查理大学 就读哲学系的24岁男大生科赛克 先在家里枪杀了父亲 然后从郊外跑到位于首都的大学文学院 开枪滥射 有学生用桌椅挡住出入口 不让枪手进到教室 校园位于布拉格旧城区 几百公尺外的杨帕拉广场 人来人往观光客众多 案发当时警方将现场全面封锁 枪手开枪击中数十人后自强身亡 警方怀疑上星期布拉格郊区的妇女双尸命案 很可能也是他犯下的 南大生犯案前在Telegram上发言试文 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一名狂人 并扬言要大开杀戒 杰克政府将本周六定为国商日 全国哀悼一天 美国白宫表示 总统拜登和夫人 向杰克的罹难者家属 表达最深沉的哀悼 刘永伟编译